来自花岗里 林泉里 师酋里 三里的林长 在里长的陪同下来到市政府进行参观 接着到四楼简报室 与市长谢国良一一合照 紧接着安排市长与林长们面对面座谈 这是首度规划的市长与林长面对面交流座谈会 参加的林长们说 第一次来到市政府参观 还与市长座谈觉得很新鲜 就是说希望在林长如果有这个机会来市政府洽工的话 那知道哪个单位该怎么去处理 这样子就比较熟悉一下我们这边市政府的环境 然后从一楼 二楼 副市长的室 然后老福西 然后到三楼 这样子只有给他们签证 各楼的承办机关在哪里 然后他们来恰功就比较方便 市长的努力 以及对林长的共识 大家都知道市政建设最继承就是在我们理办公事 而且林长是我们的最基础的人员 然后也感谢市长对林长的共识 那我们希望以后再等市跟人推动的部分 那林长的部分一定会充分的配合等的市政 让我们的基隆市越来越好 我们认为林长是第一线工作人员 只要林长见钱的话 我们社会安全 各种弱势团体 或者是建设 基层建设都非常有必要 我看这一点是我们市长有见到来的重点 我们非常高兴 头一次首例就是市长接见我们林长的第一 第一的基层的 算是公务人员 头一次参观市政府也是首例的 带着我们林长来参观市政府这样子 也是这样首例的这样子 这是很好的首例这样子 在选举的时候有跟很多超过一百个里的林长有座谈 那时候就有承诺说当我当选以后 我会邀请所有基隆市全 基隆市的林长来基隆市座谈来谈他们的里林业务 顺便让他们来参观 因为有很多林长反应 担任林长二十年还没有来过市政府一趟 也没有来过市府导览 那我想说这是可以让这个里长跟林长 多跟市政府接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另外也会针对他们里林内所关心的业务 大部分都是空间停车问题 或者是环境卫生垃圾问题 这两个是我们现在最主要要来加强推动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是既兴奋又紧张 因为毕竟林长的人数达到三千多个林 里长是一百五十七个里 这是数十倍的差距 但市长很坚定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领导人物 把他的意志能够贯彻 然后让我们底下在做事的这些所有幕僚人员 必须要提起精神 要帮忙完成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史以来的创举 我们共同能够为这个创举来努力 也感到光彩 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态 能够跟着一个伟大的一个想做事情的一个市长 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在公部门服务的人 好比一句话说 人在公部门好修行 由下而上做好市政的工作 请听林长们的建议 让林长也能到市政府 把市政府当成他们自己办公的场域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普遍来看 普遍来看 基层林长们对于市长谢国良这样的创举都相当肯定 也感谢市政府重视基层民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好 可以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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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